我們非常殊勝的 從崗爾斯 還有從各地來的 我們的豬森仲上師們 給大家報告 那就像仁波切所說的 台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福地所在 我們在這邊的 Teacher 的課程 昨天到今天 總共有 那個昆辰師兄 麻煩您翻譯給仁波切聽一下 昨天到今天 總共有兩萬二千人次 在全世界四十八個國家 跟我們一起來 上這個殊勝的 搖呼喪師齊請文 所以我想 謝謝我們台灣是不可 那當然 還有要成就這一場 這樣的法會 而且能夠全世界直播出去 除了我們 看看我們這邊 我們的志工菩薩團隊 非常感謝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事情 其實他們非常忙的 包括剛才三點開始 他們就在外面搬東西 搬到現在 那現在他們安定下來 那當然在這麼舒適的時刻 仁波切呢 我們希望仁波切 我們也準備了禮物 那我們請仁波切呢 來就是 給他們禮物 然後我們大家給他們拍拍手 看看我們的志工團隊這麼堅強喔 親幾位喔 從每一早上呢 大概都七點以前 就已經大達了喔 然後呢 為了讓大家布置一個很順緣 謝謝你們來的法會 LEEDOC 喔 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m Mari Béme Ho Om Mari Béme Ho 中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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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你的慈悲心启动了 慈悲将不会停止 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 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 海涛慈悲基金会 华博账号5041-6116 5041-6116 绝照您的佛性般若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观资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明和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菩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相心是一副事 色离子是煮发空香 不生不灭不高不尽不增不见 世故空中无色 无手相心是一副事 无脸而闭上身影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眼前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情 无枯击灭到不知影无得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只会光大深入海 内心轻轻却尘了 超过五遍而去难 速到菩提究竟啊 各位听到最大声的是鼓的声音 大鼓小鼓 还是要解释一下 这个鼓是牛皮做的 那为什么要敲牛皮 让所有的牛啊 四肢脚的羊啊 狗啊 猫啊 长颈鹿啊 通通超度 要了解吗 鼓的意思 这个鼓就是消除贪心 变成菩提心 贪心是最强的 但是把最强的贪心 可以变成一种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就是转的意思 所以用这个菩提心来供养诸佛 然后也让所有的动物超度啊 离苦啊 所以每一个法器 每一个法器 来 牧鱼敲一下 这个牧鱼代表什么 所有的鱼 海鲜 龙虾 螃蟹超度 而且牧鱼 这只鱼肚子被剖开 为什么 因为它救了一个孝顺的小孩 还在它肚子里面 然后这只鱼就故意游到渔船旁边 让人家抓到这只鱼 它为了救这个小孩子 为了把它肚子的肉 给小孩子去救它孝顺 它要孝顺它妈妈 哇 这只鱼太伟大了 所以各位到每个寺庙 特别大陆的寺庙 它都不要有伤害 嗔恨心 不要生气 并且还要有无尘无生气的大悲心 所以我们念经的时候 扣扣扣扣扣扣扣 你不管你再会念经 你没有慈悲心念经没有用 要跟着慈悲心念经 念经要给众生的 就像医生发明要不是要申请专利发财的 现在社会变了 我们发明什么最好的 都是要无私的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奉献 愿对方得到这个药 得到快乐 所以我们在敲法器 一定要记着这个 这个叫修行 如果你法器很会敲 敲了可以去赚钱 这叫敢金颤 却没有一点悲心 这个唱出来 你再会唱 超度不了众生 别人听了也不高兴 天神听了还生气 你唱得好听都没用 但是那有些人说 那我为什么唱得不好听 因为你常骂人啊 所以你当然唱得不好听 唱这个要有悲心的 唱这个要为对方想的 那你自然念也好 唱也好 讲也好 都会让别人接受 都会超度众生的 会改变世界的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如果谈到修行 各位就要开始 你想改变一切 但是你要帮助一切 改变你自己 心态要检讨 你比较嫉妒 你比较孤僻 你比较怀疑 你比较怀疑 有些人就是爱面子 那这些心态是你生命的毒啊 你要改变 那透过拜佛 为什么要拜 忏悔 消除骄傲 很多人都很喜欢 我赢过你 我不能输过你 我要怎么样的 打肿领充胖子 要赢过别人 那这个就是生命的毒素 你会伤害到你自己 做一个皇帝 不是我比你大 做一个皇帝是 我要承担所有老百姓的痛苦 老百姓没饭吃 我不吃饭 就像一个船长 没有人要船难 所有人都离开这艘船了 我才要离开 哪怕无论如何 我要死在这个船上 照顾他们 所有人离开的我才离开 因为他是船长 除了要带领大家一个正确的方向 还要救所有船上 不能说我是船长 我自己保留一个全艇 快船了我赶快飞 那全部人都会骂你 所以我想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王 那是你要真心的去慈悲 而不是自私自利 所以要想办法 牺牲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悲心的观念 列一下 无我 只有众生 你要开始训练自己 而不是说 比赛 看谁做得多 看谁爬得快 那这样以后变成 踏着别人的头上走 所以我们出家人 为什么把头发离掉 这是一种消除骄傲 我们出家是要奉献 把别人众生都当做爸爸妈妈 包括一个小蚂蚁 所以今天要请各位中午吃树 这些人是要熟 吃肉 就吃肉 就不吃杯 就像左手拿着炼珠 右手拿着枪 讲慈悲心 世界和平 肉好吃 那讲人的呢 因为佛教一直讲众生 众生 不能一直讲人 人人人 众生是所有生命 包括天上的神 包括佛也是一个众生 他已经觉悟的众生叫佛 地狱也是个众生 强奸你的男人也是个众生 没有恨 他今天偷我的钱骗我 是因为他自己缺钱无名 业障重 可能吸毒 好可怜啊 所以我要帮助他 所以而不是说 我看不起他 当一个人看不起对方的时候 就像一个爸爸妈妈 小孩子颠颠倒倒 吵来吵去 正常因为他是小孩子 不然感冒躺在那边 那更可怕 所以你会爱他 你不会舍弃他 当然有些爸爸妈妈会脾气不好 但是小孩子是你修行 也最好的对象 跟父母一样 爸爸妈妈老了 不要吃饭 帮他喂饭 帮他按摩 帮他擦身体 现在大概不这么做了 有钱请外劳 你替我孝顺 那观念就改变了 但是如果你是亲自去照顾人 那当然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谈到佛法 那就是一种了解的方法 所以中国人叫开悟 开悟 开悟什么 原来所有人都是我的恩人 原来我不应该用生气 用自私的心态去对待别人 这叫开悟 包括一个小偷到你家来偷东西 你都想要对他很好 他好可怜 他一定也做过我儿子 做过我兄弟姐妹 只是他很穷 本来这个小偷身上拿一只刀子 如果那对方一反抗 我为了怕被抓 我只好杀掉他 但是因为你改变了一个念头 小偷来 你保持安静 不要去惊吓到他 甚至你还准备了一些钱 就给他 这个小偷就这样过去了 他心里还想说 这家主人还不错 不然他刀子拿出来 所以一个念头 本来要发生命案了 结果呢 就变成一个解散员 你也损失一点点 他说本来是你欠他的 各位永远要相信 这个人骂你一句话 一定你过去骂他一句话 这个世间没有意外巧合 任何的事情 没有 一切都是因言果报 要相信就很困难 你要相信很困难的 但是所以你要相信佛的 佛说发生了任何一件事情 今天你拿花掉在地上 这有一段因缘的 就像各位你在吃饭 突然那个饭掉了很多 在桌子上 我们佛教不减的 为什么 不是浪费 哎呀 忘了给众生吃 今天你拿一碗汤要喝 一天对他讲 哎呀 孤魂野鬼 乃是祖先没得吃 你马上想到这个 所以赶快把它整理好 给他们吃 这样 因为你想的是众生 不是光人 今天你吃的饼干 掉一些在地上 护法神加持你 哎 你家外面的蟑螂蚂 也没得吃啊 所以你要把那个捡起来 拿去外面 所以因为你心态改变了 所以各位在 我要讲修行 什么叫修行 来 用佛的思想 不用自己的想法 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我我我 不要再谈我了 我很痛苦呢 你你你你 再谈你 你会气死 我我你你 这叫是是非非 所以佛教里面讲 我对方怎么样 我要 这个是 对方才是最重要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别人 所以各位你要告诉你的儿子 你要做医生 你要考做贸易家 你要做政治家 另外不是 我要成功 这个思想还是自私的 你考第一名 有人就考比你差 所以你做什么 都是为了别人的 服务众生的 那这样可以 这个叫修行 没有修行以前 是我要做高的 修行以后 我排在最后面 就像地藏菩萨 就像观音菩萨说 观音菩萨说 这个世间如果有一个生命 在受苦 他就不成佛 地藏菩萨说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生命 在地狱 他也不成佛 事实上这种心态 就是佛的心态 他们早就成佛 但是每一个佛都是这样想 释迦牧尼佛说 只要有一个人要下地狱受苦 我就替他受苦 我来替他受苦 希望他将来 他不用受苦 这个叫释迦牧尼佛 所以各位 如果你第一次听佛法 这个就是佛法 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佛法不排斥任何宗教 因为都希望任何宗教 都能够满怨要升天的升天 所以各位你经过 礼北塞宫 你在拜佛 经过一个土地宫 你不拜 到土地宫 愿所有人都得到土地宫的加持 也把佛的功德供养土地宫 愿求财的发财 愿求健康的健康 愿求生意的得生意 就是这个意思 爸爸妈妈 儿子亏钱的爸爸妈妈 一直在后面替他付钱 爸爸爱他 所以有很多妈妈来找我 师父啊 我儿子去你的那边上班 好不好 我说 只要他待得住啊 他愿意修行 没关系 薪水我来付 你不要讲就好 我就是希望我的儿子学佛 但是我跟他讲 你儿子抽烟吗 抽啊 那很难耶 我们这边只做烟供耶 你要不要改一下了吗 所以我说 你可以叫你儿子来啊 我们跟他聊一聊啊 聊一聊 告诉他抽烟不好啊 做烟供好啊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当然好啊 这边还有薪水 薪水他妈付的 妈妈慈悲吗 愿他学佛吗 所以我想 我这样比喻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所以各位 现在开始学佛了 我们就 如果你对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你有兴趣 那就叫有善根 过去有善根 但是你不见得要改变你的宗教 因为任何宗教里面都有真理 只是你用一个超越的心态来帮忙就好了 所以 佛法是空气 空气不分宗教 佛法是光明 光明没有宗教了 所有众生都要光明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还要超度 不管你什么宗教 现在你在受苦 佛教是 离苦得乐的方法 就是这样 所以观音菩萨会变成妈咒 观音菩萨会变成玛利亚 观音菩萨会变成各种的 救苦救难的白衣天使 观音菩萨会变成很有钱的人 要去帮助贫穷 如果你执着说 我是佛教 你不是佛教 那你又对立了 观音菩萨他没有形象 所以叫普门四限 观音菩萨 你要他变什么 他就变什么 观音菩萨 他牵手观音有十一个脸 你要他献什么像 他就用什么像 什么颜色 他就用什么颜色 观音菩萨的手 六支手 这一千支手分作六成 为什么六成 融入 融入在六道 六道都有观音的慈悲 六道都有观音的智慧 它不分你什么宗教 宗教是像 是每个人着这个像 但是穿黄的也好 穿蓝的也好 有头发也好 没头发也好 有一个重点 你讲 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皆平等 这个观念最重要 所以不要放弃对方 对方伤害你 骂你 毁谤你 你依然爱他 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总有一天会改变的 所以观音菩萨碰到一个极恶 这个人专门在杀人放火的一个强盗 观音菩萨会变成一个美女 很性感 让这个强盗爱上他 慢慢地度他 哪怕生命最后一秒钟 这个强盗知道错了 他的太太该说 没有问题 菩萨永远帮助你 只要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哪是念地藏菩萨 你就不会下地狱 念阿弥陀佛 你就可以快乐 菩萨不会舍弃对方 所以各位听我讲这个心态 我们就升起忏愧心 哎呦 我以前不是这样 我嫁搞 我逼搞 我搞官司 我不敢玩 原来这个是你自己害自己 生命的敌人在这里面 不在外面 所以你要赶快念观音菩萨 转变你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讲 祈福法会 这个福的力量 来自于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改变了 念一下 自我意乐利 就说我改变了 然后再来念观音菩萨 对不对 又佛力加持 然后过去偷人家很多钱 这辈子 一直钱被倒 被倒 原来过去 伤害到没有缴税金 骗人家钱 怎么样 上辈子也不一定 现在开始布施 叫法力 你这样改变 那你命运就改变 但是你改变的不是为止 希望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方法 那这个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 希望所有众生 都找到这种改变 离苦得乐的方法 然后他最后绝对不会受苦 最后他也可以帮助众生 这个叫菩萨 所以菩萨就是 视线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用他的爱 用他的智慧 改变我们 而不是用他的权力 用他的这种胸 心啊 度啊 来改变我们 所以念一下来 菩萨永不舍弃众生 菩萨永不讨厌众生 所以各位我们要学做菩萨 当然菩萨你可以实行各种宗教 非宗教 所以一个老人家 天天在河边捡垃圾 甚至看到一点小鱼 他喂一喂 人家在钓鱼 他就陪他聊天聊一聊 那个钓鱼不好意思钓 这个叫菩萨 菩萨可能就是一个流浪老人 但是他在任何环境 他就一直在帮助对方 所以我们观音祈福法会是 希望观音菩萨也救度我们 让我们把恨的心 变成没有恨的爱 把计较的心变成平等包容的心 这个叫祈福 所以让观音菩萨住在你心里面 所以别人问佛陀啊 你住哪里 佛陀说 念一下 慈悲是我家 对 哪里需要慈悲 我就去住哪里 任何地方有苦难都有观音菩萨 有苦难的地方就有观音菩萨 所以我们把心改变了 你的病就好了 很多人得肝癌 得肺癌 得乳腺癌 为什么 不高兴 恨 抱怨 你的心 一有抱怨 一有逆境 身体就不好 腰为什么不好 抱怨 压力大 天天抱怨 所以头为什么痛 计较 就是这样 胃肠 为什么不好 吸收不了 不消化 你讲的话 我不接受 不消化 那原来我们的心态 就会变成我们的外表 身体 命运 那现在我们念观音菩萨的心态 就是把观音菩萨坐在我们心里 成为我们的心 引导我们 这个叫拿摩 拿摩大悲观音菩萨 我把慈悲心 我归慈悲心 我把自己奉献给慈悲心 不恨 不计较 所以各位女孩子 很怕老公有外遇 那你越怕她越跑去 你要想说 不会 我相信她 就算有 这也是我的因果 对方那个女生 一定跟我有缘 我要去接受她 因为慈悲 观音菩萨不舍弃任何一个人 当你心态改变了 事情就改变了 就算真的老公有外遇 朋友骗你钱 你都会利用这个 来爱她 多认识一个好朋友 让对方很感动 生命有轮回的 你这一辈子不怪她 原谅她 下辈子她永远听你的 所以菩萨要度众生 一定要牺牲自己 所以释迦牟尼佛用几百节的生命 奉献她的血肉鲜血生命给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别人怎么样 对不起你 伤害你 这个都是一个缘分 跟她结缘 你还可以 宵夜上还可以跟她结缘 这个心态 如果你找到了 所以你就会念观音菩萨 我要学这个 你就会念 我要学这个 当你一念的时候 内心就平静 很快乐 所以来 我们现在在 刚刚做了上供 我们再做一次下施 然后用最红的玫瑰花漂亮 还要为他们点灯 让他们看到光明 去极乐世界 而且有面 有饭 有稀饭 有牛奶 有甘露水 美不美 为不思给他们 祈求佛的加持 刚刚我们为他们供养 现在要我们为他们 布施 请各位翻到 二十零载 那各位等一下要吃饭 你每天都要吃饭 你把饭盒拿出来 供养 佛菩萨供养 护法神 然后再来就是 要布施给众生 吃一顿饭 喝一杯水 都要这样 当你要喝水 一拿起来 有时候我们故意拿糕一点 供养三宝 然后滴一滴出去 布施众生 自己才喝 那时时刻刻都这样 跟世界合在一起 所以各位要用五灾啦 所以我们来念这个 二十零灾 为什么叫二 早上跟中午最好都这样念 那晚上呢 不用念没关系 直接布施 因为晚上 很多出家人 诸佛菩萨 都没有吃晚餐 天上的神没有吃晚餐 天上的神呢 都在 他们一天 只要吃一顿就OK了 就是 早上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能够饱足了 就可以去 天人就每天负责去玩就好了 天人不用上厕所的 不用上医院的 不用洗衣服的 所以 各位每天都会吃饭喝水 能够培养一个慈悲的习惯 拿一点点米啊 饭啊 面包啊 然后布施 布施 布施给外面的 我们台湾人也好 华人都相信 有好兄弟 孤魂野鬼 这是观音菩萨的法门 那二十八页有个辩食咒 你把一般的食物啊 给这些孤魂野鬼吃 他吃不到 就像 木剑人尊者神通第一阿罗汉 把他的锅装满了饭菜 给他饿鬼道的妈妈吃 一点都没办法吃 因为他们嘴巴吐了 吐开以后啊 那个就吐火 而且那个食物变成硫酸 更会伤害他 但是如果你念辩食咒 观音菩萨教我们念这个辩食咒 来跟我念一次 二十八页 第九辩食咒 那么 那你念辩食咒 像我现在念啊 大家一起念 我会撒几颗米 几颗哪怕一颗都没关系 他们就全部都变成无量无边 不是一颗米 不是很多米 是整个地球世界的好吃的食物 他们都可以单独得到 这个叫辩食咒 那么少我当然都忘了这条 然后呢 各位住在新竹的菩萨 你现在听到了 这下新竹要发了 因为新竹地区的所有的这些孤魂野鬼啊 都会吃得饱 那吃得饱以后 就像这些流浪狗吃饱了 他就不会去乱咬东西 这些痛苦的众生吃饱了 他就不会制造车祸啊 生病啊 这些 那各位如果你不会念 无所谓 你就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转化他 有意思了 那如果你会念 那当然多了很大的 因为光念这个咒 就算你没有不失食物 那些饥饿的众生就 肚子就不饿了 所以这后面29页有写 功德 一 受者 就是接受我们不失的 有什么利益呢 第一个 能具足饮食 皆得饱满 所以他们具足所有饮食 皆就是没有一个 会不饱的 皆得饱满 第二 恶鬼升天 哇 从恶鬼到直接升天 那你 他们升天以后 生生世世来报你的恩 所以你每次布施 可以布施给很多的 我们叫恒河杀恶鬼 他们一吃饱了就升天 这些天神 天天帮助你 所以你会觉得 奇怪 我现在开车都有位置 赚钱都有 有人帮忙 做什么事情 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帮助你 修行要修到有这个感应 你不用烦恼 你没有修行 你不知道 我想尽办法 未来探极 我想尽办法 要找好的 都找不到好的 但是你开始有慈悲心了以后 你要找医生 会找到最好的 你要找朋友 会找到最好的 除非 是你的素式因缘 你欠他的 那另当别论 佛菩萨也改变不了 你的因缘 业力的 没办法 但是 这些不好的 因缘业力 要靠你自己 忏悔 但是 自从 你经常这样 不失 除了业力 你也没办法改变 你会碰到最好 结婚也好 谈恋也好 做生意也好 你都会碰到最好 为什么 恶鬼升天 是你把他超度了 一滴水 几颗饭 你帮他了 而且你会念这个咒 第三 婆罗门先 诸根具足 圆满 吉祥 所以各位 只要经过土地公庙 蒙阿婆 山有山神 树有树神 这个婆罗门是修行人 仙人 就是你看不见的 神仙 他们就会 一切都圆满吉祥 所以各位 多念这个咒 再来 施者的利益 那我们不施的人呢 这里面写十条 后面还有二十六条 后面还有无量的 但是至少你会觉得 慈悲心很简单 就世间的福报你都有了 第一个 具足无量功德 刚刚说了 百千万亿黄金不施 把佛像都造成纯金的 所有的出家人 你供养他一百年 但是还不如 慈悲心不施一点点食物给可怜的众生 所以你就可以具足无量功德 第二 寿命延长 长寿 第三 成就供养无量佛 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希望供养无量如来 每一个佛的净土都要去供养 但是你吃悲吃死就成就了 供养无量的佛 第四 颜色纤结 你的外表皮肤 外表气色都好看 因为恶鬼到你吃的这些以后 他们就外表庄严 发光 为什么 什么叫甘露 这个也叫甘露咒 甘露一吃以后 不会生病 甘露一吃以后 身体发光 所以吃的甘露 恶鬼变天神 这个意思 那你给对方这么庄严 你自己当然也庄严 颜色纤结 各位这一点要多做 第五 强记 记忆力特别好 为什么 这些恶鬼到 活了一百万年 他们最高 活到一百七十万年 每天都在想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终于你给它吃 它永远记着你 而且是记好了 那你也会变成强记 记忆力比别人好 不该记的都记不起来 该记的你都会背起来 你心里不好事背不起来 这个记还是记好的 所以安安可以把佛陀 所讲的每一句好话 都记起来叫经典 但是安安不会记住 别人骂他 所以各位你有这种 强记的力量 简单的说一句话 你给对方的好处 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各位记住这句话 所以你让他恶鬼升天 你身身事事升天 有福报 第六 夜叉罗叉鬼等皆畏 你不用怕鬼 对众生好的人 众生倒过来还保护你 不会伤害你 你自然有那个力量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会做皇帝 地藏经说的 下心含笑 亲手不失 一个乞丐 一只流浪狗 你很谦虚 叫下心 含得微笑 亲手给他 身身事事 被万人尊敬 很简单的道 你越疼爱这些 最卑微的众生 那你反而被万人尊敬 所以你就变成有威得力 这些夜叉罗叉鬼 看到你不敢欺负你 还未尽你 各位这个要修 各位特别要行菩萨道 不分在家出家 你要让别人看到你 很想接近你又怕你 因为你看起来就比他高 不是你个子高 个子比你高得太多了 但是他看到你就会尊敬你 不敢伤害你 在你面前不敢讲假话 可以调伏他自己的坏心 第七 心得清净 内心永远快乐 慈悲 没有坏的想法 第八 正梵天 什么叫梵天 各位看过四面佛 泰国人喜欢拜四面佛 事实上是上帝的意思 你有上帝的威得力 第九 一株怨敌常得胜 坏人害不了你 这就是燕青在主 还被你感动 第十 三宝意念 诸天勇护 所以 出佛菩萨 照顾你 向他的眼睛 护法圣神 保护你 所以各位经常 诗诗念诗 辩诗咒 对 被布施的 乃至我们布施的 都可以得到大利益 所以来 大家念一下 这边前面那么多牌位 六道众生 念一下 那么 平常各位就这样做啦 经常这样做 所以走到哪里身上放在车上一点点米啊 像我一样我在车上我虽然不会开车 我们菩萨带我 我一定会到那个路 我都会杀几棵 特别地下道 特别有车祸的地方 昨天一进新竹啊 新竹大家快乐 发财啊 今天通通来参加法会 所以今天鬼比人多啊 但是这些鬼要升天了 要去极乐世界了 但是 对你来讲是一棵米 对他们来讲这棵米比黄金还重要 从鬼升天 而且愿生极乐 马上就生极乐 生极乐世界将来就成佛 所以各位 前面钞票很多 有没有看到 一张一张牌位 钞票 功德 帮助他们 各位中午也可以多写一写 好不好 各位写一写 我们会带着七天 台北有连房七天 总南部我们都会一直给他念 希望他们将来都成佛 第二个咒 甘露水真言 各位前面看到水 一直在滴啊 所以以后你也可以经常拿一些 会喷喷的水 或是现在有那种喷雾剂 你就可以放在家里的 一直喷啊 只要看到水的地方 就给他念这个咒 来 各位念一次 那么 索罗罗罗 丹太队 大字塔 恩 索罗罗 本来索罗 本来索罗 萨伯河 索罗罗 本来索罗 本来索罗 就像 就像你加拉瓜 大瀑布 大雨 只要下大雨了 你就念这个咒 甘露咒 这个咒也叫什么 念一下 妙色陀罗尼 妙色就是很漂亮的意思 这些恶鬼都要喝了这个甘露水 他的皮肤外表都变成最漂亮的 天人的像 所以永离饥渴 那这个太容易了 所以各位 天天你都要喝水 天天都不吃几滴水 然后念久了 你就背下来 那么 你每天 都会念几遍 就背下来 滴几滴水 非常的慈悲 观音菩萨告诉我们 这个慈悲的法门 如果你这样去做 然后得到十六种功德 大家一起念一下 念完才可以吃 功德 念下来 一 寿命长远 二 颜色疏美 三 气力充盛 四 心常欢乐 五 变财无智 六 恒无迹象 七 口中相结 八 人皆敬仰 九 天神示威 十 披射 遮鬼 献行 共济 十一 身无疾患 十二 威德 入亡 十三 恶人 恶鬼 间接 生性 十四 德 千伦 王 胡 十五 梦见诸菩萨 罗汉 十六 所生之处 世界震动 所以 世间所有福报 你都有了 长使 瘦 漂亮 气力好 心情好 口才好 永远没饥饿 嘴巴香 所有人尊敬你 第九 所有的神护持你 再来 最坏的鬼 也不会欺负你 披射这鬼 还要献出它 变成庄严的形象 来感谢你 第十一 永远不生病 第十二 威德如转轮胜亡 第十三 所有不好的 都不会伤害你 还要看到你的欢喜 第十四 德千伦王福报 各位 观音菩萨 有一千个转轮胜亡 所以你多念 甘露水尘眼 得一千个转轮胜亡的福报 得千伦王福报 你这样可以帮助众生 第十五 都梦到诸佛菩萨 不会做坏梦 第十六 所生之处 世界称动 因为你有一千个 转轮胜亡的福报 所以各位 简不简单啊 太容易了 慈悲啊 所以 如果你有慈悲心 你就会去学这个 然后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来 我们大家 你一遍好不好啊 那我来布施 各位用观想啊 这个不是那么小啊 这个比地球还大 然后呢 这个八个甘露水 就融入到所有六道众生 让他们离苦 我看到便当来了 可以吃饭了 把豆腿都要了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宝四宠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发菩提心 拜祖 供养一切众佛 供养一切众生 所以各位多谢牌位 今天他们是观音菩萨超度法 那我们下午大家会来念念大悲众 然后呢 了解怎么念大悲众 那这念大悲众的利益 好 阿弥陀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帮助别人 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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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歌 《非诚勿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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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想说结合我们这一群 比较偏向喜欢来台东的这些菩萨们 再一次来拜访台东 那也希望说在这个地方 跟更多的众生结更多的善缘 所以我们才特别再邀请战元法师 也一起来去做一些善行善业 谢谢 谢谢 修盗 银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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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这里按一按 看你啊 按这里按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请这个前村长再去联系我们 还有很热心的开车带我们上去 我们才得以再去见这个老人家一趟 阿弥陀佛 好 一些东西我给你 好不好 好好 来帮你拿进来 这里还能煮吗 还不错 三菜 你今年几岁 几岁 79岁 那我觉得 真的呢 他生活没水没电 但是他依然就是很自在的在生活 那我想这一次我最主要是 想去了解他说 他到底比较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样的关怀 然后再进一步的 希望说我们可以提供他什么样的帮助 他很有力的耶 对啊 对啊 很快乐 对对对谢谢 谢谢 我讲说要慈悲利益众生 就是最苦的众生就是我们需要帮忙的众生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达到不是锦上天花 而是什么雪中送炭 就是不断了不间断了 能够用一些时间把我们福报供养他们 最苦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来的一个对象 所以还是让老人家要关怀 小孩子要照顾 你们快乐吗 快乐 不快乐举手 不快乐等下来找我 我跟你扶导是不是 每天我们要很快乐 因为我们活在一时间你看 我们有两只手 对不对 有两只脚 还有两个眼睛 那这样可不可以做事情 那现在还有一个好心肠 对不对 所以健康的身体 那我这边又可以吃素 又可以学习佛法 那你们一会比他们幸福 很幸福啦 所以不要跟别人比 跟自己比 每天跟自己比赛 每天要进步一点点 进步一点点 所以要把快乐 带给别人 快乐带给别人 以后你才会快乐 如果你没有把快乐带给别人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产生快乐 我们去关怀了一个海山市的福育院 那福育院的孩子们 大部分都是因为一些弱势家庭 那他们的住持 绍红法师 非常慈悲 他在十年前成立这个福育院的时候 就接收了很多孩子 目前有四十几个孩子 都交易得非常好 我们也很欢喜去跟他们结缘 这些孩子啊 他跟一般的社会上的孩子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其实这些孩子都非常的敏感 然后也非常的容易受伤 也正因为如此啊 他们其实是比一般 一般正常家庭孩子啊 是更需要爱 然后也更需要包容的 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跟孩子做一个 情感依附关系的建立 来 同学一起拍手 绍红找闹明其实在创办这个机构的时候 他给了非常多的支持 他也给了很多温暖 所以我们孩子是在这边 有得到满满的关爱的 他会跟学校的老师或同学说 我们就是一个三代同堂 甚至四代同堂的一个大家庭 就是我们的受伤长老女朋友 像是我们的奶奶 或是阿祖 对 他们其实通常是用这样的方式 介绍我们的师父们 然后我们这边的社工保育老师 就很像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然后其实比较年纪轻的老师 就很像是各个姐姐 所以我们其实孩子们 其实对于家人 是非常非常有向心理的 像是母亲姐或父亲姐的时候 这些孩子啊 他就会把我们当成是父母亲一样 写卡片给我们 或是送我们很多他亲手做的一些东西 其实就是应该说这就是我们 其实会觉得很感动 然后也会觉得是得到一个很好的回馈 因为孩子会长大 如果你能够持续几个月来看看他们 给他们一些 不是不一定是物资上的 但是给他们一些关心 跟一些互动 他们其实是会很开心的 这中间也会培养我们一些义工 他更发起这个慈悲心 更发起想要做好事 想要做好人的一些心情 所以希望大家 点了以后更积极的 能够参与这种活动 希望帮助这个社会 需要帮忙 照顾了这些小孩 老人 都是我们努力的对象 其实我一直很希望 我们佛教的一些慈悲使者 或是一些更多的精神 能够都落实在这个慈悉事业当中 所以当然是非常希望 有更多的佛哨团体 能够去协助共襄盛举 然后去协助这些落实的儿哨 然后也把我们这个种果田的精神 能够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跟做一个呈养 也算是去种一个菩提种子 种一个善业 以后呢 我们希望 我们海涛慈悲基金会 可以在我们台东 落地生根 能够在这边有一个中心 也有一个在这里 帮助众生的地方 我们这些义工 让他们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小孙子 或是自己的家庭的儿女一样 照顾他们 希望他们把这个爱传播给他们 把这个佛陀的慈悲 下车到这些小孩子 到最后 这些小孩子长大之后 他们开始就是有这个善心 开始在光怀这个社会 加油 哦 这个比我还要忙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